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古老的乐器发出21世纪的声音 我觉得很快乐 我很自信 把最危险的东西玩得最安全 代表中国去为国升光 我的积累和努力 可以创造出能够震撼人心灵的节目 我的人生大不同 中国文艺倾情呈现 平凡的精彩 即将出场的这群人 名叫德语桃花庄人塔队 来自最平凡岗位的他们 在登上这个舞台之前 已经为今晚的挑战 紧锣密鼓准备四个多月了 我们练习了五年的这项极限运动 叫做蝶人塔 最早起源于18世纪末西班牙的一个小镇 没过多久便风靡全球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因为蝶人塔不能接触任何的外力和道具 只能靠人本身的力量向上攀爬 这就需要挑战者高度的集中注意力 拿出最大的勇气和毅力 为了提高场里面职工团结互助的精神 和坚定的意志 我们利用下班的时间练习蝶人塔 人员也从职工扩增到家属 这些年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 奠定了彼此的信念 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 今天是我们这么多人 第一次挑战搭建七层九米高的人塔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搭建底绩 二层上 现在第二层 第二层的人员已经从外围开始向中间进发 让我们为他们加油 好的 三层上 四层准备 现在我们现场的指挥正在告诉 所有的队员以一定的节奏往上增加 快速卡转 四层上 五层准备 五层上 五层上 现在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五层 一定要注意安全 已经到了五层 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 背上写着一号的这个小男孩 现在正在往顶峰发起冲击 稳住 保持住队形 现在这个小男孩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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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男孩要往上爬 他是最后第七层 最关键的人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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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即将出场的这位大叔 在爱人的陪伴下登上舞台 我叫李苏承 来自山东威海 我今年50岁了 在80年代 唱摇滚歌曲 是我们这位年轻人的最爱 那个时候 大家伙得流行听 崔剑 张行 齐琴 还有蔡国庆的歌 我就经常抱着吉他 和工友们一起唱歌 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别提多带劲 他们都说 我就像一个真正的歌手 其实我也曾做过歌手梦 还曾为了参加 88年中央台歌手大赛 结果还是错过了时间 我都觉得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一晃20多年过去了 这次是我爱人 替我报名参加的 出台中国人 让我第一次登上一个 真正的舞台 唱歌给那么多人听 也是我27年来 第一次感到 梦想离我那么近 那么真实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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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坐在老路上 这是我已经离不开你 母娘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坐在老路上 这是我已经离不开你 我后姑娘 谢谢 把我们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 看到你我想到五个字人不可貌相 还随不可斗量 李大哥你自己知道你唱歌唱得很好吗 我感觉很一般吧 你有想过要当歌手吗 当歌手是我就是年轻时候最初的梦想 是最强烈的梦想 但是也没有机会 后来就因为结婚了以后要养活老婆孩子 我就下去自己做点小生意啊 不是卖海鲜啊 甚至骑过摩托车 当过摩托司机 因为我爱人在六年前得一场病 然后呢我就 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家陪伴他 他是肾病 肾脏有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 得了这种病了以后 五雷轰顶就是天塌下来一般 完全是一个进地狱的感觉 后来嘛 就把生意全部都推出去了 就不干了 我当时想就是如果要是钱赚的再多 人没有了 它有何意义 伟大的男人 现在怎么样 现在基本上就是痊愈了 好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三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 是我国建国以来首批出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女战士 他们于2011年至2013年 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上服役 今天 他们将带上一份舞蹈 送给所有的观众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一段舞蹈 来表达我们对远方的一群特别人的思念 现在表演开始 谢谢 为什么这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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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红的好香 红的好香 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地有你和爱情 走进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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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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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又对话 这个反差我没有想到 你们前面三个人 其实你们跳的新疆舞 跳的很有味道的 恍然一下变成了三个海军的女兵 这怎么回事 我们是来自辽宁舰退伍的女战士 在航母上你们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通信兵 通信兵 我是操舵兵 我是操纵兵 这是我海军的战友 这么漂亮的女军人 多久了兵役 两年 我就想问一问 要复原了 然后你最后一眼 在看到这个辽宁舰的时候 你们想对她说什么 其实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 你看她眼睛已经红了 就会特别难过 因为我们每次登舰和下舰的时候 都会就是朝着舰尾的方向敬礼 就是那天我们退伍 然后最后一次想聊宁舰敬礼 然后好多战友都下来送我们的那一刻 每次想到都会哭 控制不住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说好就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不会哭的 可是那个战友情真的是一辈子都是难忘的 能在辽宁舰上当兵 我们真的是特别荣幸 特别骄傲 特别自豪 传统是用来继承的 也是用来创新的 来自吉利延边的朝鲜族舞蹈团 身着传统朝鲜服装 将传统的相貌舞与现代街舞相结合 自创了一段新的舞蹈 民街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把上茂舞和街舞结合在了一块 中文字幕提供 相貌舞是國家的非物質遺產 你們來自於哪個縣 我們來自沿邊朝鮮住自治州汪清縣 是相貌舞的發源地 發源地 再給我們來一下 它要捲很長時間 它有備用的 那可以 太多人 太多人 那麼簡單 春天黑夜的漫天清晨 太漂亮了 加油加油 好棒 好漂亮啊 太多人 春天黑夜的漫天清晨 好最彩天清晨 這個相貌舞我覺得應該裡面有改編的元素吧 對對對 它裡邊綜合了一些現代的一些元素 為什麼想到改編呢 我們那裡男女老少拿起帽子都會搖兩下 然後但是吧就是年輕人現在已經開始不怎麼太喜歡現在傳統的一些東西了 現在年輕人都比較喜歡比較流行的 完了快接受的 然後比較帥一些的東西 我們五個人都是從外面學習回來的 我們是想用我們年輕人自己的方式 把我們家鄉的相貌 讓更多的人去認識我們 去了解我們 好 接下來的舞台將迎來兩位90後的兵哥哥 他們是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炮兵的義武兵炮生兄弟組合 兩位揚眼帥氣的兵哥一身軍裝喊著口令 邁著正步就走上了舞台 提防三 美經 將手中 再來 各位品人老師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炮生兄弟 好帅气的兵哥 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节目 包括老师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内务飙兵》 开始你们的表演 自从来到这经营里 伴奖的老头从未停息 内务危险一定要搞定 这是不对坚持的要因 人真的做到才算个好兵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努力 一个辈子它很飞机 抹来抹去跳蘑菇屏 膝盖摸腿让我直喘起 低沉口花键朝我想细细 好不容易才完成个作品 半场摇头说你还得努力 绿色的军衣 求我们维系 无论在哪里都要争取花意 我们把光荣 来延续 羊羊都要成第一 我们的班级体 充满着赛努力 哇 它这吹的什么玩意啊 卡祖冰 卡祖冰 哇 它真是过才多艺 刚才吹口琴 现在又换了一个 绿色的军衣 由我们维系 无论在哪里都要争取花意 我们把光荣 来延续 羊羊都要成第一 我们的班级体 充满着战斗力 只因为我爱你 这绿色的军衣 只因为我爱你 这绿色的军衣 这首歌刚才我一听 是很有我们这个鲜活的 军衣气息的 我一下想到 就是我当兵的时候 也去新兵梁去锻炼 每天要叠那个豆腐块 对 然后大家轮着 可以到催石班 去帮助帮厨 然后大家第一次走上靶场 去打枪的时候 那种兴奋 是最难忘的 为什么要来当兵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军人 我爷爷会有一些子弹壳给我看 然后大了就 自然就有一种这种情节 因为我想一辈子可能 不过百年 只有是在我们最青春年少 最风华正茂的时候 我们来到部队 为国家贡献 为部队做奉献 如果这个年龄段不干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勇敢的新兵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的梦想就是 要做新世纪最帅的军人 但是也不能替代他 他才是最帅的军人 蔡老师是我们这个军营里边 我们都叫什么 男神 男神 真的 永远记得 我穿上这身军装之后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战友 是 那我现在有一个恳请 你们能不能在2015年 为我写一首新的军歌 保证埋程人物 没问题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18岁的河南小伙刘静雷 将挑战的是九层晃馆 据悉啊 目前世界上的最高纪录 也仅仅是由葡萄牙人 保持的八层极限 他的表现又将如何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三位老师好 你好 我叫刘静雷 来自河南省浦阳市 西白藏马管村 我上个月刚刚满18岁 太好了 成男子汉了 我想挑战一个世界纪录 五 我准备了整整一年 等的就是这一天 虽然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我一点都不紧张 特别兴奋 我相信评论老师看完以后 会感觉到非常意外 刘静雷加油 第1章 第1章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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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essari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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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